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回是生存法则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果的 人这一辈子谁都躲不过 今天一安将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世界上最厉害的七个因果足以改变你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以你们而精彩 道教圣地青城山有一幅名帘 事在人为 修言万般皆是命 静由心造 退后一步 自然宽 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领悟的过程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 很多人相信算命 觉得灵验 其实不过是人在无意识的配合罢了 人常说三分天命 七分人为 说到底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 不是天命 而是人本身 世界上最灵验的算命 叫因果 所有命运皆为因果 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修出什么样的果 世界就像一面镜子 你对它怎样 它便会对你怎样 就像观众说的 善人者 人以善之 你对别人善良 别人也会对你心怀善意 善良的人有困难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出手帮忙 徐老汉的儿子 最近得了重病 需要患肾 肾源已经有了 可是家里拿不出十几万的手术费用 一天中午 徐老汉在儿子病房门口 捡到一个新疯 里面装着两万块钱 这笔钱如果用来给儿子治病 就可以极大缓解自家的压力 可徐老汉一想 这钱是在医院捡的 万一也是别人的救命钱 那就惨了 于是他大喊 谁丢了钱 也让医院帮忙找施主 可几天过去了 那笔钱依旧没人认领 还惊动了电视台记者 记者觉得很蹊跷 别让他想想 是不是身边的人故意给的 徐老汉想了很久 终于一个人的身影 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那人就是儿子的同学 王小北 小时候他的父母离婚 高中时父亲去世 徐老汉就把无依无靠的他 接到家里生活了一年 后来被他母亲接走了 之后王小北 时不时会往家里挤东西 徐老汉联系上王小北 确定了那笔钱 就是王小北给的 作为报答那年的收留之恩 记者把这一世纪报道出去后 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徐老汉的儿子 很快就筹集了手续费 一经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青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经常行善的人家 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 经常作恶事的人家 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他 善良的人不仅仅自己善良 还会影响自己身边的人 所以也会被人善待 每个人的善良都是对应的 你给别人的善良 最终都会回到你身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厄运 每一次好运的降临 都是你曾经存下的利息 每一次厄运的到来 都是在为过往补偿代价 你所吃过的苦 流过的汗 最终都会成为你脚下的路 你所付出的善 释放的爱 都会成为你人生得来的幸福 与人良善 行善利他 福报自然会来 世界上最永恒的变化 叫无常 时间在走 人在改变 这世间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 金刚经理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无论你是打官显贵 还是有罐罐家财 一场重疾 很可能夺走你的健康身体 一场意外 很可能让你一无所有 在生活的无常面前 人往往脆弱的不堪一击 不如就坦然面对 还能得到一些宽慰 世界上最便宜的幸福 叫随缘 世间沉沉浮浮 有着态度的无常 而这唯一的安稳 莫过于心中 无所挂碍 有些东西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既为负累 何必强求 不如就让一切随缘 能忘就忘 能放就放 不必纠结 无需挂念 做好了自己的本分 问心无愧 自然就会品尝到 幸福的滋味 世界上最有效的美容 叫心宽 佛说 物随心传 静由心造 烦恼皆由心生 人这一生 不过是活一个心境罢了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常常纠结半天 遇到看不惯的人 往往惦记半年 你的眉头紧锁 皱纹就悄悄爬上额头 你的笑容不见 松弛就渐渐铺满脸庞 心宽的人 从不想这么多 心里不装事 面上也轻松 自然 人美 脸也亮 世界上最稳当的招财 叫节制 凡事都有度 过游而不及 人常说 凡事七分刚刚好 多留一分 留给努力 少一分 留给鞭策 从古至今 成大事者 没有一个人 是索取无度 贪财练权的 因为他们懂得 节制自己的欲望 懂得抑制内心的魔鬼 王阳明说 减得一分人欲 便是负得一分天理 何等轻快洒脱 何等简易 节制欲望 懂得知足 才能收获 幸福的人生 世界上最快速的解脱 叫放下 人活在世 总会执着于太多 或执着于人 或执着于事 或执着于物 亦或执着于一句话 过去的既已过去 不管好坏 都已成为 不可改变的事实 再多执着 只会给自己和他人 徒增困扰 余生不长 只有学会放下 心灵才会得到解脱 我们才有心情 去欣赏旅途的风景 才能获得轻松自在 世界上最神奇的消灾 叫忏悔 有句话说 天作孽 有可树 自作孽 不可活 人这一生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 有时候选错了 还可以重来 有时候 则会搭上自己一生的时光 甚至是生命 也许在平时 某些缺点都不值得一提 然而心心之火 刻意燎原 小错 煮成大错 小事 变成灾祸 而避免这些的唯一办法 就是学会自省 自我忏悔 只有自我认知改变了 才能从根本上 改变现实 改变自己的未来 世界上最殊胜的功德 叫孝顺 贤玉经里说 慈心孝顺 供养父母 殊胜难量 父母是子女的福田 孝顺父母 增福宵夜最快 功德也不可估量 有些人长大了 就嫌父母唠叨 出门了 就嫌父母老土 过节买点礼物回家 新年回家 也心不在焉 殊不知 父母想要的 根本不是这些 物质上的孝顺 只是让自己心安 而精神上的孝顺 才能让父母 感到真正的幸福 百善孝为先 行孝莫要等 有空都回家陪陪父母 带他们出门看看 让他们认识 新鲜的事物 与你一起享受 这便捷的时代 孝顺父母是福报之源 也是世间 最殊胜的功德 诸法皆由心生 没有好心 何来好命 一个人的福报 全都写在脸上 你是吉人 自有福相 你是善人 自有天佑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可靠的 其实就只有那个 在生活中 拼命挣扎 永不放弃的自己 所以请以温暖 而强大的心 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桥 看自己的风景 要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